人都要愛祂 但儒家呢 祂沒有 祂的最後境界 雖然也達到這個 可是呢 儒家比較講求 当下的 現前的這個部分 祂不講初世間 不講生死的道理 祂的那個是因為呢 人 有辦法處理 你這個家國天下的事情了 那就已經是達到圓滿了 人的工作就是這樣子而已 人的使命 人的責任 就是達到家國世界 整個天下的圓滿 你就可以回天交職了 你就可以回歸本來面目了 所以儒家講的這個呢 是非常契理契機的 但是呢 在做古古時候那個時代 祂可以 拋家捨业 祂可以不顧人倫 跑到山裡面去修行 然後自己成佛了 成神了 自己逍遥自在了 再來度化眾生 或者是說呢 不要來度化眾生 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那古時候可以這樣 古時候可以這樣 是因為 古時候的人心良善 自然有一道禮法 有一道點 點章制度啊 在規範的人世間 所以呢 他們照著這個禮法來走啊 還不會 預舉 還不會超出範圍 整個